他是全清朝野的九千岁 是众人口中的大贪官 十恶不赦 臭名远扬 他就是太监大燕党魏忠贤 魏忠贤有妻有女 为什么会自燕入宫当太监呢 从市井无赖再到九千岁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目与讲历史 带大家来看看魏忠贤的一生 魏忠贤原名礼尽忠 龙庆二年 魏忠贤出生在北直立的一个家庭里 自幼就在市井当地匹混混 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 胆子倒挺大 他好赌成性欠了一屁股债 魏忠贤也不在乎 只要有钱就去赌 家里为了让他不再去赌 给他娶了妻 还生下一个女儿 这样下来 魏忠贤还是没有收信 赌博好像就长在他身上了 有一次 魏忠贤毒瘾上来了 身上还没钱 回到家中 办出了一件为人不齿的事 魏忠贤卖了自己的女儿 把卖女儿的钱还了赌债 妻子也离家出走了 于是魏忠贤就成了孤家寡人 没钱了 家里的东西全部变卖光了 魏忠贤只有落魄街头 靠乞讨为生 经常被人打得要死不活 魏忠贤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活命到处寻找出路 后发现了太监这个职业 思索良久 魏忠贤最终决定入宫 当太监至少可以摆脱饥饿 没准还能见到皇帝 说不定就飞黄腾达了 博弈博单车便摩托 但是当太监需要阉割 多方打听之下 魏忠贤发现阉割得花钱 而且还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哪里有钱啊 所以魏忠贤一狠心 就自己解决了 自攻的过程不必多言 差点就要了魏忠贤的命 魏忠贤自焉的时候 已经22岁了 太监一般情况下 5岁被送进宫中 最大不超过18岁 据说魏忠贤还没有自焉干净 魏忠贤是怎么进宫的呢 他通过熟识的太监进入皇宫 初入皇宫的魏忠贤 在太监孙仙底下做事 后来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 他虽目不识钉 但是非常会来时 进宫就开始四处讨好 得以在慈庆宫安生下来 后结识了太监魏忠 当时主持慈庆宫的太监 叫王安 魏忠隶属王安 经常在王安的耳边 称赞魏忠贤 魏忠贤也深得王安的信任 有了王安的庇护 魏忠贤去了皇长孙朱游孝身边伺候 魏忠贤 这个人身高体长 比较擅长骑马射箭 哄朱游孝开心 当然不在话下 在朱游孝身边伺候酒吗 结识了朱游孝身边的客氏客音乐 客氏18岁被选入宫中 成为了朱游孝的乳母 朱游孝幼年丧母 与客氏朝夕相伴 客氏顺势推舟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朱游孝对客氏百般依赖 就连他剪下的指甲和脱落的头发 都用心争操 客氏离宫几天 朱游孝便饭也吃不下 母子情深可见不一般 有了朱游孝的眷顾之情 客氏想不发达都不行 朱游孝即位后 马上就赐封客氏为凤圣夫人 对客氏提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 有些看似荒唐的事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都默许了之 在西宗的纵容之下 客氏有一个老相好 就是魏巢 客氏和魏巢是对时夫妻 也刚好就是魏巢 给魏忠贤和客氏制造了相识的机会 客氏对魏忠贤一见倾心 面对客氏主动投怀送宝 哪有不接受的道理 魏忠贤本就是一个好色之人 求之不得 魏忠贤很快便和客氏打坐一团 客氏移情魏忠贤 时间一久 自然就冷落了魏巢 谁不想攀上客氏这根高枝 得到了客氏就等于有了富贵荣华 魏巢知道后 找到客氏理论 客氏不念旧情与他决断 魏巢恼羞成怒 把目标转向魏忠贤 魏忠贤能够走到今天 魏巢帮了不少忙 如今却不仁不义 魏忠贤有客氏坐靠山 自然不怕魏巢 魏巢也拿魏忠贤没有办法 想要去找王安平民 自从魏巢把魏忠贤推荐给王安后 王安早就不重用魏巢了 把魏巢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自然不会再管他的事 魏巢就这样落魄地失去了地位和客氏 魏巢还不死心 直接找到了朱游孝 让皇帝为他做主 朱游孝先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找来奶妈客氏 让他自己在魏巢和魏忠贤之间选择一个 客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魏忠贤 魏巢就这样被客氏抛弃了 真心悲哀难 魏忠贤又和客氏合谋 将魏巢发配到了凤阳 从此 二人便在后宫为所欲为 王安是宦官中的老大 地位直接关系到魏忠贤 而且王安很受明熙宗的信任 明熙宗任命王安掌管司礼监 王安却推辞不愿丹任 魏忠贤在除掉魏巢过后 下一个绊脚石就是王安 魏忠贤抓住这个好机会 教科室蛊惑明熙宗 让他认为王安是真不想执掌司礼监 于是便启用了魏忠贤 魏忠贤掌管司礼监 王安失去大权 魏忠贤却还没打算放过他 将王安降职充当男孩子进军 王安到了南海之后 又派心腹刘朝任男孩子提督 让他杀掉王安 魏忠贤除掉王安这个绊脚石后 将宦官集团大唤星 建立了自己的宦官集团 天启三年 魏忠贤正式掌管东朝 明熙宗不理朝政 只对木匠活感兴趣 大权便落在了魏忠贤手上 魏忠贤在宫中朝内胡作非为 张皇后对克室和魏忠贤非常不满 多次在熙宗面前谈论二人的过错 张皇后的做法得罪了克室跟魏忠贤 两人对他是恨之入骨 但是张皇后毕竟是皇后 克室再怎么无法无天 也不敢明着迫害张皇后 不过两人却有无数种阴损的招数 张皇后怀孕时 克室将皇后宫中的太监 宫女禁术换掉 表面上宫女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撕下去却听从克室的安排 张皇后怀孕期间腹痛 有专门的宫女为张皇后按摩 克室串通魏忠贤 将按摩的宫女换掉 在为张皇后按摩的时候 下毒手伤及腹中黄胎 张皇后到临盆之日 产下死胎 而且失去了生育能力 因为克室和魏忠贤的缘故 明熙宗所有的皇子皇女 全部夭折 驾崩时没有一个子嗣 克室和魏忠贤在后宫一手遮天 克室帮助魏忠贤巩固西宗对他的宠信 魏忠贤则把守游宫内伸向内阁 在朝中掌权的是东陵党派 光宗朱常落死后 东陵党拥立西宗登上皇位 所以东陵党人掌握了朝政大权 与东陵党对立的各个党派 都向得势的魏忠贤靠拢 东陵党派的文官 在明朝初期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朝中势力很大 魏忠贤在后宫的权力很大 但是不敢轻易插手前朝政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靠魏忠贤 他把投靠他的人推入内阁 总揽内阁事务 为他通风报信 逐渐扩大燕党势力 凡是与东陵党对立的 都一一拉拢 魏忠贤的势力在朝中迅速扩张 形成了两党对立的局面 魏忠贤得是后劫党营私 架空皇帝朱游孝 百姓只知有忠贤 而不知有皇帝 善于阿谀奉承的义子义孙和地方巡抚 为魏忠贤歌功颂德 建立生辞 明朝上下搞起了魏忠贤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的势力全倾天下 历史上这样的太监 还是头一个 魏忠贤出宫巡视 犹如皇帝出巡 所到之处 官吏们如鸣皇驾 不敢抬头仰视 东陵党派看不下去了 杨连尚书魏忠贤24条大罪 弹劾魏氏的奏折蜂而至 从大学时 尚书到普通的金官 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魏忠贤完全没把他们能当回事 天启皇帝 朱游教对这些朝臣们的尚书 完全不理会 对从小到大都服侍自己的魏忠贤 他从不怀疑 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 明熙宗时期可以算得上是 魏忠贤的时代 公元1627年8月 就在魏忠贤乐此不疲地打造 魏氏王国的时候 朱游孝架崩了 紫禁城上下最伤心的 应该是魏忠贤 在朱游孝去世的前几天 日夜守在朱游孝身边 为他祈求平安 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天启皇帝 就此死去 朱游孝没有子嗣 由异母的弟弟姓王朱游俭继承皇位 也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祝 朱游俭继位后 魏忠贤想将崇祭培养为 第二个傀儡皇帝 他却不知道 崇祭对他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 对他很防备 可他演起了戏 暗中收集魏忠贤的罪证 增长自身势力 除掉魏忠贤身边的死党 魏忠贤自觉大事不妙 请求辞职出宫安详晚年 崇祭没有允许 将客室迁出宫外 不久 寻臣上书 弹劾魏忠贤 崇祭召见魏忠贤 让内官将罪状一一读给他听 魏忠贤回府后 惊魂未定 开始想法子 离开皇宫 太监徐英元在崇祭身边服侍国 他用重金贿赂徐英元求他帮助 徐英元以前是魏忠贤的同党 朱有俭之道的一清二楚 斥责徐英元 当着群臣百姓 揭露了魏忠贤 魏忠贤连忙向崇祭求饶 崇祭没有立刻处死他 将魏忠贤发往安徽凤阳老家 看守皇陵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魏忠贤在被贬凤阳的途中 预谋想要东山再起 这下可算是彻底激怒了崇祭 命警依未将魏忠贤逮捕回京 魏忠贤得知消息后 自知难逃一死 与随他同去的李朝青 一道在客栈中良自尽了 魏忠贤掌权时期 利用手中的权力 征收商业收税 替明王朝减轻财政压力 魏忠贤针对工商业 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 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 被东陵岛废除的工商税和海税 魏忠贤是穷人出身 所以只对富人收税 严厉打击偷税漏税 从不对农民加税 明熙宗时期没有农民起 天启皇帝驾崩的时候 特意叮嘱崇祯不要杀了魏忠贤 魏忠贤虽然个人品德败坏 但在国家边防问题上 还是很重大局 没有魏忠贤 恐怕还真没有熊廷病 袁崇幻等人的战绩 魏忠贤一个奸邪小人 最多不够乌烟瘴气 魏忠贤死后东陵党结党民私 成为了不受约束的文官集团 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魏忠贤为首的宦官 其实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文官集团 避免了一方独大的朝堂局面 为岌岌可危的明朝 延续几十年的寿命 天启时期的明朝国库 至少还是敬虔状态 崇祯末年国库空虚 魏忠贤在一己私利的过程中 间接地做了不少延续明朝的事情 但在真正历史上 魏忠贤始终都是站在正义的对立面